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编织一款帽子 我用到的线是纯羊毛的粗线 勾针是8-0号勾针,5毫米镇镜的勾针 编织这一款帽子不限制线的使用 大家手上有什么线都可以拿来使用 然后我现在先讲一个 适用于大家所有线的一个方法 我们先来编织一段半米长的辫子针 也不一定是半米,就是要比较长 尽量很长就可以了 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跟大家的线匹配 因为你们用到的线跟我用到的线不是一样的 所以针数是不一样的 那为了让大家的线都能用来做这个帽子 第一行的辫子针我们就尽量的长一些 现在这个辫子针编完了 编了差不多40多厘米 应该不到50厘米 我们要编这么长先 然后就开始正式的做帽子 现在勾针上绕一下 穿过第一个织木 这个不难 大家应该懂基本针法的应该都会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针 一直往左去编织 每一个织木做一针 具体做到哪呢 这一行全都是中长针 最后做一个中长针 我要的长度就出来了 量一下长度 从这里开始凉 大概是30厘米左右 30厘米左右的时候就可以了 不要太长也不要短 就30厘米 但是它有伸缩性 这个不需要去考虑 然后我们第一行 不是编织了40多厘米长的 这个锁针链吗 这个锁针链现在可以不要了 不要了就可以从头上 这样去拆开 一直拆到这一个地方 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明白了这个方法以后 这一个就可以适用 任何的毛线 就是你手上有任何的毛线 只要把这个到这里 满足了30厘米长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把这个帽子 顺利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接着在这个 半长针上加一针 加一个起立针 翻转 翻转以后紧接着在起立针的下方这里 这样 这样去看 一定要记住是从这里入针 好我们现在 勾针上绕一个线圈 然后穿过这里 继续做半长针 全都是挑 挑着后方的这一个线圈 不要挑外侧 也不要两个 这两个线圈都挑 就只挑这里面这一个 所有的都是 就这个帽子用到的所有的 都是挑后面的这半侧的线圈 就一直做就行了 用半长针 一直做 做到这一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最这一边的 现在剩最后几针 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这个样子 这一边稍微有一点圆 这样 然后我们来做 最后这几针 这个地方千万要注意哦 这里是还剩两针 有一针稍微在这个斜坡上 在这儿 这一针 这一针千万别漏掉了一会儿 然后倒数第二针 倒数第一针 有一点下滑 把它给拽过来 这样 继续起一针 翻转 翻过来以后 紧接着起地针 下方织木 做半长针 是不是跟上一行是一样的 我们就继续沿着这一行 一直往左 去做半长针 勾针依然是 从里侧的线圈进去勾 这上一行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在这之后的工作 全都是一模一样的 每一行编织到最左边的时候 为了防止出错 我这里就再多讲一下 最左边 这里 最后一针 最后一针不要漏掉 把最后一针这样用勾针挑起来的时候 这一个面是个平的 它就被撑平了 然后放下的时候 它就是有一点往下弯的感觉 然后挑起来 它就撑平了 然后做完一个半长针 就是这样 再起一针 起一针翻转 翻转过来 再紧接着起地针的下方 做半长针 半长针 好 重复去做 现在已经做 完了 现在量一下尺寸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织的时候 还记得吗 这是第一行的辫子针 第一行的辫子针 织完 这里是30厘米 然后这是这个的 这个的长度 然后现在我们全部织完了以后 这一个的长度 40 差不多50厘米左右 这个可以根据每个人头的大小 有的人头小一点的 可能46 47 48厘米左右 如果有的人头大 有的像男士的头大一点的话 可能就55厘米左右的 也可以呢 然后接下来我们对折 对折我再量一下给大家看 对折的话 24厘米 好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两侧 两侧缝合起来 这个部分正反面 因为两面是一样的 我们先把它缝合起来 缝合的时候需要每一针一一对应 用引拔针 我们先把它连接起来 连接起来 然后 这边取一侧 取一个线圈 然后这一边取一个 这样把它推下去 这边取一个 这边取一个 这是两侧的线圈 把后面的线圈推下去 这边一个线圈 这边一个线圈 推下去 这样两片缝合起来了 这一面是这样的 一直把这一面 缝到这边 一直缝到这一边 全部缝完以后 就可以把这个线剪断了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顶端 顶端这样缝合一下 缝合的时候 找一个大头针 或者没有够针 或者没有大头针 也没事 用发卡什么的也可以 这样穿一段线 从中间这个冷线穿过去 然后中间隔一条 这个冷线 这里穿 再隔一条冷线 再隔一条冷线 这里再隔一条冷线 穿过来 穿过来把这个线收紧 收紧帽子顶端就合拢起来了 稍微整理一下 稍微整理一下 然后系紧就可以了 这样这个帽子就完成了 然后可以再做一个毛球 做一个毛球 缝到这个顶部 缝到这个顶部 如果不做毛球的话 也可以 我在之前的视频 还上传过一个 如何做一个整齐的毛球的视频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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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